这个青木瓜丝是我目前在台湾吃过 真的是数一数二到底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之前去泰国吃到青木瓜丝 我才发现原来有很多台湾的青木瓜丝都是不到底的 hello大家好 我是马铃属下燕玲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 绝对是大家非常喜欢的 因为就是同版美食 这一次我要分享的同版美食 绝对会让你吃得饱 因为它是正餐 重点是 知道我现在在哪里吗 没错 我现在仍旧在101 通常我们对静意区的餐厅印象 都会觉得随便一个正餐 通常都是一两百取票的 但我今天分享的这个 一国料理哦 竟然有100元以内的 而且听说那家餐厅很特别的是 它最贵是55块 那就跟着我的脚步一起去看看 我们Let's go 好我现在已经来到了 基隆路一段的路上了 然后我们已经到店家了 可是看一下我后面的排队人龙 今天还蛮多人排队的耶 那我们也来排队一下吧 这边的店面呢比较小大概是可以容纳三到四组客人 比较像街头的感觉 对所以有很多人其实都是来打包外带走的 那但是内容的话呢就可以感受一下这边的那种泰国风情 因为我觉得他的餐桌啊 跟他播的那个背景音乐 跟他的那个庄网啊 就是真的还蛮有泰式风味的耶 他的菜单真的太夸张了 最贵才55块耶 你看选择也是蛮多的 但是呢来这边吃的人呢 通常一定会点他的米粉糖 有清汤猪肉果条 酸辣猪肉果条 猪肉瀑布果条 可是呢他的果条很特别的就是呢 他又会让你选细米粉 还是果条仔 还是粗米粉 这边有三个选项给你选 那他还有泰式点心 然后泰式饮料等等等等 好那我们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点了哪些料理吧 我们这样点超多东西 总共才360块耶 那我就先从桌面上的一些酱料开始介绍好了 有辣椒酱啊 然后还有辣粉 哦这个感觉应该蛮辣的 这种应该是腌辣椒 这个感觉应该是不辣的 然后还有汤 他还有给一罐鱼露 这个呢如果不够的话也可以加 再来还有这个 这个呢我刚刚有偷看了一下 原来他是豆芽菜耶 我点的是猪肉瀑布果条 他的那个汤头呢 颜色是比较浓一点点的 他的汤头呢其实是用猪血 或者是牛血混合盐和香料调味的 他的猪皮呢是这样一小包装的 所以等一下要搭配猪皮一起吃 因为他说可以去腥 好我现在要赶快吃了 因为我的那个汤快没了 他应该是有加很多那种特殊的泰国香料 他的汤头是带有一点微酸的耶 我觉得还好我是点这个粗米粉 我觉得粗米粉好滑嫩哦 好可爱哦 然后我觉得他这个猪皮啊 其实是炸过真的蛮好吃的 然后另外呢我们有加5块钱 他会附一个碎花生跟柠檬片 这个呢会让那个汤头的味道呢更敌味 还不错耶我喜欢呢 这是猪肉丸吗也太小颗了吧 他是鱼丸 他不是猪肉丸 这看起来很清湯耶 很像台湾的米粉 所以他其实就是台湾的米粉汤吗 因为这个米粉像台湾的米粉 对我觉得他是那种超细的米粉 因为小斌点的是细米粉 所以他超级细 那这个味道吃起来是有酸酸辣辣甜甜吗 没有很轻一点 但是我要把它变成菜式了 加一点鱼露 哇这个鱼露也加太多了 然后我觉得要加一点太多辣椒 咽辣椒感觉也是蛮多人喜欢的 加一点他们的台湿辣椒水 这个这个就是比较平酸的 这个其实在马来厦呢 我们是沾那个海南鸡 它有点像海南鸡饭的那个辣椒酱 哦有有有有 美台湿的味道 人家是清湯 你给他弄成重口味的清湯料理 然后它的炸物呢也是有蛮多 有几样是可以推荐给大家点的 像这个春卷 听说很多人都会点的哦 他们的春卷果然很泰式耶 也是有很多辛香料 诶 它的酱汁很特别 这个我目前没有吃过 我原本以为是一个泰式酱酸辣的 但它有点像那个 荆棘柠檬的那个酱汁啊 它还有一个小吃 我觉得很特别 真的是炸馄饨皮吗 我试试一下好了 很像是在吃一种脆饼的感觉 羊鱼片吗 嗯 有一个很棒 再来我们还有点另外的小吃就是 香香猪 它就是做成这种小小盘 比较不会吃很撑的那种路线 然后它有附一个泰式酱汁 这个泰式酱汁感觉 应该也是生生辣辣的 好酸哦 它应该挤超多的柠檬汁下去 但是我吃到刚刚那条猪肉啊 它的油脂比较多啊 应该说它的肥肉比较多 反正瘦肉不会比较少 所以爱肥肉人可能会喜欢吧 除了吃它的正餐也可以点一下 它的饮料泰奶是一定要点的啦 我觉得这个跟我之前去泰国旅游喝的一样耶 还蛮道地的 它就是用正宗那个泰式奶茶的茶叶啊 然后小编是点泰式柠檬茶 可是看起来怎么有点像港式那个 港式柠檬茶 我原本以为是透明色的 可是它是茶色 还蛮像港式柠檬茶的 哦真的哦 它该不会是用这个的茶叶 然后呢 只是我的奶茶有加奶 你的没有加奶精 有可能泰国的茶叶 但是加柠檬 好接下来呢 第二家要分享的泰式料理呢 它是在新北市板桥的府中站这一边哦 这家店呢 它也是走一个非常平价的路线 其实是我个人的口袋名单 而且呢 我其实考虑了非常久 我在想说到底要不要分享给你们 因为我就是怕分享出去 然后我就再也排不到队了 因为现在就很多人了 真的 你们看一下 后面排队的人龙超多的 而且内容已经满了 不过呢 我还是决定要分享给你们啦 因为我觉得它真的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 到底呢 藏在我心中的口袋名单 是一个怎样的料理呢 我们进去吃吃看吧 走 好我们现在已经入座了 先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这边的菜单 其实呢 我跟你讲 我每次来这边呢 看到它的菜单都每个都想点 因为它每一个单价都很便宜耶 像它有分凉拌类的啦 有炸物类的啦 有蔬菜类的 也有汤类的 也有主食类的 虽然说呢 它这个价格有调涨过了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之前来吃呢 好像差不多是七八十块 现在有调涨了 虽然调涨了 看来是没有到一百元哦 那我今天呢 就会点几道呢 我自己很喜欢 然后也超级推荐的给大家 好 那我们现在来点餐啰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青木瓜丝 我跟你说 你们一定要点 这么大碗才八十块 很可以耶 这个分量两人份 而且重点是它配料很道地 对 这个青木瓜丝呢 是我目前在台湾吃过 真的是数一数二道地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之前去泰国吃到青木瓜丝 我才发现 原来有很多台湾的青木瓜丝 都是古道地的 因为我觉得台湾的青木瓜丝 也不是不好吃 但是它没有很重的鱼木味啊 然后还有那个虾米啊 还有肠豆这些 可是跟大家说 它很酸哦 而且它还蛮辣的哦 所以呢 它是算是走一个重口味的路线 它是料理它就是重酸 重咸 重辣 重甜 非常的重口味 你看它打泡柱是用那个打泡叶的哦 重点是它没有放那个小番茄 然后有附半熟蛋 哇 这个半熟蛋就是要淋在饭上吃会比较好吃 这道菜啊 不管什么时候吃啊 都不会滴 真的耶 每一桌都一定会有整个打泡柱 下次大家来也是一定要点点看这道哦 然后再来我个人很喜欢的绿咖喱 它们炸的红咖喱跟绿咖喱其实都很好吃 但我个人是偏爱绿咖喱 你知道这一盘哦 85块 诶我记得好像没有涨价耶 对 你看这个肉量还是很多的耶 好像怕人家吃不饱一样 它这个饭哦 老实说我每次吃啊 我都吃不完 因为它的饭哦 真的超级不 它就是一个碗的那个分量 然后是贴的很扎实的那种 所以你看它那个饭的分量 根本是男生吃会饱的啊 我要来回味一下它那个绿咖喱 就是这个味道 超重的椰奶香气 虽然它的鸡肉是有种瘦肉 可是它的鸡肉搭配那个咖喱这样子吃是不干彩的 其实也是很好下饭的那种 因为它们用的是泰国米 我觉得它那个泰国米因为细细长长的嘛 会让那个米粒吃起来粒粒分明 我很喜欢这个口感 这边也是还有另外一个小吃是必点的就是这个金钱虾饼 然后它还附一个酱汁 应该也是甜甜的 吃起来比较厚实 嗯 它很像那个鱼丸的口感也是QQ的 但是它就很浓郁那个虾子的味道 然后外皮又炸的香超级的酥 还有一个也是我必点的就是它的这个炸鸡器 也是炸的超级的香 还是有香饱先淹过来的 对 因为它这个炸鸡是不是一般拿去炸 它还有先淹过 所以它这个炸鸡是特别的香 泰奶的部分呢 其实我觉得跟昨天我们吃的那个炸鸡颜色差不多 因为它也是用那个泰国的茶叶 但是呢 我今天要特别跟大家推荐的是它的这个椰子汁 当初呢 我们点这个椰子汁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以为是那种罐装的 因为大部分呢 在台湾卖的椰子汁都是罐装的 可是喔 还有椰肉 在马来西亚的时候也是超级常喝椰子水的 我们家椰子水也很好喝喔 好 吃过两家这么平价的泰式料理以后呢 其实我个人呢还是比较喜欢第二家 因为第二家的那一家呢 它的选择比较多 当然第一家呢也有它的特色啦 因为呢像第二家这个没有船面嘛 那第一家它是有船面的 所以我觉得两家卖的东西都不太一样 但两家呢真的都是走一个非常平价的路线 CP值很高 对那小编你自己喜欢哪一家呢 我喜欢第一家的炸鸡肉皮 哦第一家的它有一些小吃呢 我觉得是还不错 大家也可以去试试看 今天呢我们的影片就分享到这边咯 如果你还有推荐更好吃的泰式料理餐厅的话 我们没有拍到的 你们觉得也不错想要推荐给我们的话呢 也欢迎在我的影片底下留言告诉我啦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